之前说到下赛季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汉中之战 一个是怡灵之战 现在官方学坏了 他改了个名字叫陈仓之战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卡包里的黄盖 吕蒙王霜去除 这些武将必然是以后 世界战法要兑换用刀的武将 毕竟王霜可是陈仓之战的主角之一 所以请各位保存好 这几个武将以后在大卡包里面 才能抽到 这中千概率属实低了不少 我们话再说回来 这个版本天师举一 出了三个群雄的武将 所以群雄的武将不会再出了 上个版本云起龙香 出了SP刘烨和诸葛克 魏国的武将水了 江凡之战出了SP关羽 SP庞德和马忠 庞德和马忠都水了 再往前追溯 可就是要到SP巡运跟SP国家了 这已经一年多 都没有出一个像样的魏国武将了 所以你看这张图 和诸葛亮对位的是谁呢 六欲骑兵 魏国文武双全代表 魏法齐曾大和 曹家最后的之将 大将军打司马 曹尊曹子丹 借客借客